我相信投資朋友在閱讀 所謂證券的一些新聞的時候 常常一定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好像為什麼媒體總是比較偏多 就是說比較偏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 比較少報導一些所謂利空的消息 那我想整個媒體偏多這樣的一個狀況 其實不是只有台灣是特有的 那包括像美國 日本 或是說其他一些國家來說的話 媒體基本上都是比較扮演一個 樂觀的一個角色 就是說特別去報導一些好的訊息 那到底一些報導一些好訊息的一些媒體 對投資人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那我想這方面的一個經驗 就過去來說的話 媒體會常常會因為說 他要讓他的一個銷路比較好一點 或是說讓他的本身的一個 就是說投資人比較喜歡看他們的媒體 通常會對他們的一些報導方向會比較 屬於就是說偏向利多消息的一個報導 那這樣的一個利多消息報導 基本上他並沒有說 就是說對與錯 但是說也因為說一個媒體對於多方的一些報導 比較多的情況之下呢 那有時候會比較失去一些平衡 所謂平衡就是說 常常就是說股價在趨勢反轉的時候呢 可能媒體本身並沒有辦法說去在第一時間點 或者說特別去提醒投資人說這個地方已經出現了什麼樣的一些捲信 那通常他還是會比較持有就是說比較樂觀的看法 那股價有拉回的時候還是會就是說建議投資人可能會做一些買進的動作 那我想這方面主要就是因為說媒體過去的一段時間他一直經營的一個方向都是比較用這樣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常常在投資人在媒體上面看到的一些訊息都會比較樂觀的消息反正壞的消息比較聽不到 那通常壞的消息聽到的時候通常也都是比較接近一個跌勢的末端了 那到底選擇一個就是說比較偏多的媒體比較好呢 還是說選擇一個比較中性的媒體比較好 那我想當然是說選擇中性的媒體當然是比較能夠看到說多空不同的一些訊息 但是我們可以從過去的一些經驗看得出來就是說 一般在媒體上面你想看到一些比較中性的一些看法來說的話 應該是比較有一些中性的數據應該是比較屬於像經濟成長率 或者說像包括像一些那種領先指標 景氣領先指標或者說景氣對策訊號 或是貨幣供給額這些指標是比較中性一點的 那所謂中性一點就是說它是一個政府單位所公布的指標 那這些指標都有它一定的一個參考力跟公信度 所以這方面指標可能會比較值得投資人的一個信賴 那至於說個別公司或個別產業的一些報導來說的話 因為通常就是說一般就是上市上位公司他們的一個營收盈餘 通常是在反映說前三個月他們的一個接單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反映出來的一個狀況的時候 當時的一個情況 你也許還是看得到說它營收盈餘是一個成長的狀況 但是很可能就是說它那個時候訂單已經慢慢在衰退了 已經沒有接到訂單 那所以它可能就是說營收盈餘當作應該是一個落後的指標 而不是一個領先的指標 那所以它說媒體報導一直會有一些落後的指標 一些報導的情況之下 當然投資人可能得到訊息就是說比較樂觀一點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就是說我們剛才提到就是說 比較中性的一些指標應該是在政府單位他們所公布的一些指標 那它會牽扯到它的一個資金面跟它的景氣面的一些方向 那我想那方面的一個大方向才是投資人比較必須要去注意到的 那至於個別公司的一些比較樂觀的消息的話 反而是應該比較謹慎一點的態度來看 那至於媒體說它為什麼會一直才報導一些好消息 我想就是說基本上他們會站在一個就是說報導一個現況的一個角度來 來介紹說這家公司或這個產業 所以它常常會在一個報導的當時的時候 它並不自知說它那個時候的訊息已經是一個落後指標 所以我們常常會聽到說媒體比較偏多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那它常常會說造成說投資人在這段時間就會比較心情比較失去一些戒心 那並不表示說這家媒體的錯 而是說整個的一個我們媒體的一個特性就是說它比較傾向樂觀一點 所以假設投資人要對媒體的一個樂觀訊息的解讀 也許有一個比較好的方式就是說 當它一味的樂觀或是說一味偏多的時候 最好可以打一些折扣 那我想打一些折扣的話至少讓你自己能夠稍微警惕一下 而不會說因為看到媒體一路偏多 而就造成一些你自己在判斷上面的誤解 那這當然對你的投資來說的話會比較有幫助一點